那这是他意大利的Stone的半自动咖啡机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它非常的陌生 我初次见这台机器是在2023年的米兰厚子的咖啡展上 这边这个机器看起来还是蛮有特点的对吧 是这种小的家用的机器 很简单的一个蒸汽一个萃取 后边是一个水箱 它的侧板其实看起来很好看 你看拼图式的这种感觉 这边还有这个是不锈钢的 这就是典型的家用的机器了 我现场把玩了这台机器之后 我觉得非常不错 于是我就花了大假钱冲了一台 当时这台机器它在国内你还买不到 不过现在国内已经能在线上买到了 而且比我当时还便宜一些 接下来我来聊一聊这几个月上手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希望大家先点赞收藏支持一下视频 开箱的过程中 我能感觉到这台机器的浓浓的这种意大利的工艺 以及手工感 因为机器的体积比较小 以至于我预想它重量的时候远远低估了它 没想到就是在爆起来的那一瞬间 重量竟然把我压制住了 特别是冲煮头的这一侧 它竟然是一个重达3.5公斤的黄铜的冲煮头 用料非常的扎实 但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烫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一个不注意 手碰上来就直接一个拔 小伙伴们看见了没 看见手上这一块 注意防烫啊 注意防烫 机器配置了一个双份的手柄和一个无底的手柄 双份手柄是18克 无底手柄的粉碗要稍微大一点点能填到21克粉 无底萃取那叫一个治愈 机器磁锡的侧板其实挺有意思的 拼装的侧板也非常有特点 哇 这个绿色非常的清新好看 4块A对应咖啡机上面的这个A之间 它是磁铁的直接 吸附上就可以了 那这台机器的定位给我的感觉就是专业级的家用咖啡机 所以说呢 它的体积非常的mini 机器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按钮 你没有听错 它没有任何的按钮 唯一能按的就是冲住头萃取这个地方的一个触点 那黑色的旋钮呢 它旋转到触点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萃取了 旋转起来的这种阻尼感很强 它的手感很不一样 下面呢是这只非常重的黄铜的冲煮头 连接黄铜冲煮头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加热装置的 所以说用来萃取的水温是非常稳定的 1.5升的锅炉 它搭配了一个振动泵 那萃取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的丝滑 接下来我给大家操作演示一下这个机器做一杯拿铁 我就用新品的罗马豆来制作一下 看一看用这种专业意识机来做意识的咖啡 它的出品的效果 我们先来切粉 来萃取 我一边接拿铁一边接浓缩 然后这边来打奶泡 真的这还是挺考验一个咖啡师的一个制作能力的 因为你在同时打奶泡以及萃取的时候 关这个浓缩的时候呢 你是需要手动的来转它的 所以说呢可能会影响到你打奶泡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考验你咖啡师的专业能力的 可以看奶泡还是很丝滑的啊 哇 黄油曲奇的这种口感喝起来非常的丝滑很香 然后另外的这一边呢是浓缩 萃取的时候稳定性也非常的好 萃取的这个压力和温度非常稳定 所以说你可以看油脂真的是非常的粘稠 而且呢包括它油脂的这个持久性 我来摇晃一下 支撑性挺强的 尝试一下浓缩 很丝滑非常粘稠 嗯 所以说整体呢 它的萃取的效果 打发奶泡的效果 效率非常高 而且稳定性很高 蒸接的旋钮呢 它是一个物理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旋转的多和少 来调整蒸汽的大小 用小缸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蒸汽 用大缸的话呢就可以全开 那蒸汽的强度其实是挺猛的 跟电子开关的那种 你直接开到最大它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开关呢 它比较适合老司机来驾驭 压力的指针达到一半 第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打奶泡的一个压力 另外一个点我不知道该说意大利人是固执还是执着 就是通常咖啡机都会有一个热水龙头来接热水的 但是这台机器它没有热水龙头 要知道定价在5万元咖啡机这样的一个定位 你想要加个热水龙头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它偏偏就没有 那可能就是说就是在意大利人的咖啡世界里 要么就喝espresso 要么就cappuccino或者是拿铁 没事就还是算了吧 那说不准喝了腿拉肚子还是别喝了 那这台小小的家用机呢 它为的就是意识咖啡机的这种超级爱好者 如果你对意识浓缩cappuccino拿铁这些意识咖啡足够的发烧 足够的迷恋 那么这台机器简单既精准的设计可能会让你痴迷 OK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